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鸡不可思 台股今天做一个小幅的压回 但是我们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讲 5月份的标码它会去突破 我右边的这个测标 15973 这个很关键 这个关系到 你能不能掌握到 这一个波段的主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4月14号的15973 4月14号 你会发觉有些股票已经 跑到16000多点 有些股票已经跑到16000多点 那就今天来看的话 整个盘面结构有出现一些 电商族群 它率先又做一个突围 时代在变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在Light 所分享的这一档 这一档原本是PCB厂商 它已经转型电商好几年了 不晓得这个 Paro这个品牌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已经是电商的领导品牌了 电商的领导品牌 这个老板原本是在台北的五分谱这边 那现在的话 转型到整个电商的这个部分 你会发觉 电商转型成功之后 去年的EPS4.6元 结果它开始又回过头 来推广实体的形象概念店 发展的也不错 发展的不错 那在台中会设两间 嘉义台南高雄各会有一间 你会发觉最近的话 整个盘面结构上 跟电商有关的 在现阶段来看 你会发觉这个加权 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横盘整理 比的就是大家的一个选股 你会发觉刚才跟你讲的 我们早上 现买现涨停 现买现涨停 我们在lite 生活圈也有无私的分享给 这个lite的好朋友 早上一开盘 就分享给我们生活圈的好朋友 领先突破15973 你会发觉现阶段来看的话 股票强落差很大 你看喔 这一档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些题材 去年赚 已经赚了 你会发觉去年获利还不错 4.6 4.6转型成功 最近这几个月的营收也都很棒 你会发觉这个叫做强 那我现在举一档什么叫做弱 这个叫弱 万海叫弱 你会发觉一样 指数在盘整 有的个股很强 有的个股很弱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 2023我跟大家讲 没有什么多空问题 只有悬股的问题 那同一个族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稍微留一点点的这个上影线 你会发觉 它就没有像刚才 那一档这么强 但是整体上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几天了 你看 91APP 导入深层式的AI 也就是说 你会发觉ChartGPT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商机 那最主要这一档 它这个电商的客户 它是电商服务公司 那现在整个趋势来讲的话 D2C 什么是D2C 直接面对消费者 消费者 你会发觉 这个去年的EPS 也有到2.83元 它今天在供应 这个不是今天 这是4月28号 你会发觉 廉价钱 今天果然突围成功 今天果然突围成功 那2022年 2022年这一间 毛利率都维持在75% 盈利率维持在30几个% 那去年的这个 净利刷新的历史新高 D2C 这是整个电商发展的一个趋势 你会发觉 果然 PALO品牌 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些题材 那这个有时候它经过整理之后 它会率先突围 我刚才跟你点到一个重点 4月14号你把它标起来 这个我们在生活圈LINE都有分享 15973 你会发觉有一些强势鼓 它已经率先突围了 来 这一档 4月14号在这边 这一档是跟大家讲的什么 你知道吗 演唱会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这一档是跟大家讲演唱会 然后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一档 转机性的这一档个股 这一档很标悍 这一档已经转型到海上的卫星宽品 转型到海上的卫星宽品 IP数位的车队车联网 事实上海上这个占大宗 它转型成功 转型海上卫星 转型海上卫星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今天的测标 你看我今天的测标 哪些股票去突破15973 它就是5月份的一个标码 它就是5月份的一个标码 我都讲重点 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这一档给大家几个 比较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 电动车的动力系统 原本大家以为 这个试电 怎么跟电动车有关 它最近在涨 就是在涨充电桩 跟它在去年投资了10亿的 绿石能 那事实上这一档 去年EPS也有到3.86元 3.86元 你会发觉 果然 这个领先族群 会有所谓的超额报酬 领先族群会有所谓的超额报酬 来 这一档我跟大家讲 什么是领先股 就是说大盘它没有创新高 但是你会发觉 这些个股 它都已经跑到16000多了 1503还对 已经跑到16000多了 4月14号大盘是15973 你会发觉他们真的都跑到16000以上 所以 5月份该怎么去做一个筛选 该怎么去做一个选股 你就要把15973的 领先突破的那些族群 都给找出来 他们会在这边轮动 那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 大概就是难过车用 AI 那军工跟生计 有没有印象 这个就是新主流 新主流 这个波段的强势股 你会赚到它超额的报酬 也就是说 你操作到不对的股票 它不会让你赚钱 你看 一路盘叠 货柜山雄 一般闪物朋友最喜欢的 为什么 美元量都很大 那为什么 有些朋友 他就是始终会抱着 这个类型的这个持股 因为他犯有一个迷思 你懂我意思吗 他觉得他们以前会涨 但是以前就是旧的主流 新波段会造就新的主流 新波段会造就新的主流 你会发觉 每一个波段 都不一样 你会发觉每一个波段 涨的股票都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新的波段 会造就新的主流 那 游戏族群 游戏族群有一档 我们在生活圈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什么 Light at JIE68前面记得多个小老鼠 而且小老鼠不可以省略 这个我们教大家很多次 这个叫做三线交叉向上 抢摊印度掠夺者的手游 来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涨银板 去年有没有赚钱 去年的EPS到达了7.48元 这档到达了7.48元 所以说 基本面也有 然后未来它是要抢摊印度市场 未来要抢摊这个印度市场 所以说你这个 技术面上 这个我们在Light 跟大家交过很多次 有没有 那刚才的电商里面 有一档比较高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 这一档它是属于比较高价的 但是它获利也很好 去年赚了20.86元 决定要去除息 一个资本额 大概10.1现金 要除现金10.1元 那前阵子 它有跟育农旗下的 育农融资里面的育富 要来跨界来做一个联盟 也就是说大家会发觉 现在的电商 有些都是线上金流 线上致富 甚至还有一些 无企分 无企分企付款的这个商机 你去便利商店也好 你会发觉现在POSE机 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线上的这个金流 线上金流 那除了刚才的所谓的 电商这几档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哪些个股又是 率先突围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四大族群 这个在Lite 我们都有跟大家讲过 这四大族群 AI 军工 车用 生技 生技我们来看一下 生技之前 也是采取一个轮工 前几天跟大家讲的 盛宏就供三层 8403盛宏 你来看这一档 这一档它主要是 降胆固醇的用药 然后新的题材在这边 转投资的台新药 眼科用药 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取证 所以说它在这个 抗体药的这个复合体里面 所谓的ADC布局 非常的成功 去年的EPS3.4元 这档是4746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领先突破 刚才要大家标15973 是不是4月14号 果然 再做一个图围 这个就是整个生技族群 在这边形成一个轮动 8403先攻之后 4160再攻一波 有没有 4746 跟我们点到的主流 果然都一样 好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 节目的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早上跟大家讲 我们那一档五三开头的在生活圈Light Act 分享的现买现掌停 现在你就是要掌握到五月份有题材的一个标码 哪些股票率先突破1597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这一档跟大家讲好几天了 天王天后的演唱会 这一档不难猜五月天林俊爵周华剑 甚至田富珍等等 这一档到底是哪一档 天王天后演唱会 那为什么把箭头标在这边 这个叫做他的超额利润这一段 从50出头到90块都是他的超额利润 这个叫做领先先跑 你操作股票你如果学会这个 你就可以掌握到真正的标码 真正的标码 你会发现你如果习惯自己操作自己 一直觉得很安全的 什么货柜三雄 你会发现他就是一再破底 然后你如果掌握到新的主流 这个去年第四季开始就有赚钱了 现在二三季的话刚好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些 天王天后的演唱会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盘目前来看的话 你要把我这边的测标 我这边的测标15973 这个族群就叫做领先族群 他会有所谓的超额利润超额报酬 超额利润超额报酬 那传产股呢 传产股也有 这档是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七天 在Lite 8跟大家分享七八天 跨入半导体的跟记忆体的高阶化学 这个三线向上 这个都是有转机 有一些你会发觉 最近有一些个股 它开始就是有转型 你像刚才的这一档也是转型 原本也是PCB厂 那现阶段为什么 他可以 获利客也这么不错 他转型 那这个底型也出来了 这个叫做头肩底形态 跟我们家犬有点类似 这边是左肩 这边是底部 这边是右肩 有没有 你会发觉这个对称 那家犬的部分 很多人也还不晓得说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现在就是一个比旋股啊 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像 这叫做头肩底形态 头肩底形态 那接下来开始要除泉洗了 有一些转机的像这一档 这个也是转机 这个也是转机 那1905则是探全 有没有 我们从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五这一天跟大家讲 今天留一点点上影线 但是你会发觉 这样就是一大段 那4月14号在哪边 刚才是不是要大家把 4月14号标起来 4月14号以后还有高点的 就是5月份的主流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刚才跟你讲的 投资印度的游戏股 这个也是啊 这个三线向上啊 转型成电商 PALO品牌 领导厂商 这个也是啊 今天现买现场庭 那这个1503则是充电桩 充电桩 你会发觉 很多都是转型 很多都是转型 那AI里面 AI里面这档获利不错 但是今天应该是有留上影线 这个4月14号这边 它也是有跑一段 它也是有跑一段 生计族群里面的轮动 生计族群里面的轮动 这一档就是桃园的敏胜医院 敏胜集团 后来交棒 后来交棒 然后原料药 一波接一波 一棒接一棒 你有没有去掌握到 真正的一个主流 那有一些是属于高殖利率 什么是殖利率 现在开始要除全息了 除全息了有一些 如果说配给你的现金股息蛮高的 但是它股价没有很高 这个族群就会变成一个 所谓的高殖利率这个族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这一档2022年的EPS有到7.04元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你像刚才那个市店 它投资10亿 也是要投资类似绿能跟除能 那这一档跟洪家军里面 洪海的一间投资公司 他们有在高雄凤山 开始除能暗场 这个蛮大的 然后今年准备入葬的 远雄之星在台中 台南有鼎美跟北斧院 南港 ICT跟宜静的这个ICT 桃园有清静 你会发觉 率先去突破15973的 大概就是几个族群 第一个AI跟AI相关的 另外军工 军工最近的话在做一个震荡 因为之前有的都涨 多了一个100块 有没有印象 三月标兵 这样就是一大段 指标股开始进入一个横盘整理 休息之后一般相关族群 你就会开始也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主流的一个轮动 但是相对来讲 他们都会先攻一波 我们都在Light 都已经分享过了 早上那一档现买现掌停 有没有 好 ZI68前面记得要多个小老鼠 然后小老鼠不可以省略 小老鼠不可以省略 你就会成为我们基不可思的一份子 有什么重要的资讯 我们就会透过今天早上一样 透过群发 我就会像今天早上透过群发 透过群发 然后我跟你讲说 要找领先突破15973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加入我的Light 大家都是自己人 大家就成为自己的一份子 所以说你在操作上你要 掌握到新的主流 然后波段操作 你要操作强势谷 这个相对来讲就比较强 你要远离弱势谷 远离弱势族群 你一般朋友很喜欢操作的这种 没有刻意要打押 只是你会发觉 这个果然他们之前都涨过了 现在甚至 还在为这一季的 EPS到底是不是正的 还在打拼 所以你会发觉 每个波段真的有每个波段的主流 两年前我也知道他很会飙 两年前我也知道 因为两年多前 这一档从20涨10倍 我是跟你讲说涨10倍的股票就不要碰 你会发觉他果然他从20起涨 你看这时候才是操作这个货柜三雄的时机 这一段段你中间任何操作都好 但是下来之后就都不要碰 为什么 因为他标过标10倍啊 我是跟你讲标10倍的股票最好不要碰 虽然今天有一档标10倍的也蛮强的 东哥游艇 但如果直接跟你讲标10倍以上的 我就比较没兴趣 为什么 从过去的经验你会发觉 涨完10倍之后果然不太会涨 好 那这一档电商 电商的服务公司 服务公司客户在这边 好 那现阶段来讲有很多人就想说 现在到底是多还是空 现在到底是多还是空 2023只有选股问题 没什么多空问题 你要怎么去判定强弱势股 刚才已经点给大家了 15973那个点就非常的关键 你的个股只要突破15973 它就叫做强势股 再跟大家讲一次 这个很重要 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猜 所谓的多空 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只有选股的问题而已 没什么太大的多空问题 你要的就是把领先突破的这些个股给找出来 那什么是领先突破 来 再跟大家讲一次这个很重要 4月14号 15973 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就是5月份的 5月份的新的黑马股 新的黑马股 过去的你就把它忘掉 5月份全新跟着我来lite来布局 跟着我来lite来布局 想办法先加入我们的lite 等一下的左边有 2023只有选股问题 没有多空问题 墙跟落位差很多 只有选股没有多空 你记得我这句话 因为很多人一天到晚在这边拆 拆多还是空 对你来讲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继2月份的零群 3月份的宝胜 4月份的双眉 4月份标股的故事 双眉 这样有标吗 有没有 有没有一大段 5月份要布局什么样的黑马股 跟上我的指令 想办法先加入我们的生活圈 5月份 哪些族群 哪些个股率先突破15973 就会成为5月的新的黑马股 透过我们领先来布局 你才会赚的比较多 那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见 谢谢各位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